iPhone X 与 iPhone 8 凤凰网科技是 据台湾电子时报 北京时间8月28日报道 业界消息称 苹果公司将于9月中旬发布新一代iPhone系列手机 新iPhone在今年年底以前的出货量预计将达到7000万部至7500万部 创下自iPhone 6系列手机上市以来的最高水平 苹果将在不久后发布三款新iPhone 包括两款5.8英寸 6.5英寸 OLED 屏机型 以及一款6.1英寸液晶屏板机型 消息称 整体设计和功能的经验升级 以及6.1英寸机型价格的清明 应该能够让新系列设备的发货势头远远强于前两代 自iPhone X退出以来 苹果手机的出货量基本持平 但是iPhone平均销售价格协助增长 这是因为iPhone X的热销稳定了苹果手机销量 并提高了每部手机的售价 新款6.1英寸机型预计将取代iPhone 8 售价约为699美元 凭借接近全面屏设计 YC的相机系统 以及现代化内部配置 它几乎肯定会成为最畅销的机型 其他分析时称 新款5.8英寸iPhone售价将下调100美元 其售价为899美元 6.5英寸机型则将成为 其售价为999美元的最新iPhone存储空间 进一步提高 在生产顺利 新iPhone出货量势头强劲的推动下 大步分苹果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营收 预计将实现协助增长 台积电和富士康在第四季度的营收 也往创下新高 其中 台积电第四季度营收 有望达到104亿美元至105亿美元 编译相遇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IFENG科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